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地下城》,这是一群印度小人物的故事,他们生活在梦买一个名叫安娜瓦迪的贫民窟,贫穷但不绝望。 印度高速发展的经济给这群小人物带来了机遇和希望,可是发生在这里的一场离奇命案却揭开了生活残酷的真相。 这个位于印度最大城市的贫民窟仿佛一个地下城,在这里正义可以被随便买卖,生命更像垃圾一样,一文不明。 贪腐和不公遮蔽了希望,生活在贫民窟的人们还有逃离的可能吗? 本书作者是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凯瑟琳布,他是一名美国记者和撰稿人,过去二十年来一直聚焦贫困地区的题材,获得过麦克阿瑟天才奖、普利策奖等重量级奖项。 从2017年起,凯瑟琳花了三年的时间深入安纳瓦迪,完成了这本《地下城》。 本书不仅展示了贫民窟中最真实的生活,也记录了这桩离奇命案的全过程。 本书出版后,入围了2012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十大好书榜,还入围了2013年的普利策奖。 英国《金融时报》评价说,凯瑟琳精巧地描述了这座现代大城市中小人物的生与死。 比尔盖茨则在本书的序中写道,我去过很多城市的贫民窟,真的很难确切地向亲友们描述那是怎样一番凄凉的景象。 而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那么这桩离奇的命案是怎么回事? 为了逃离贫民窟,穷人们如何奋斗,又是什么把贫民窟变成了暗无天日的地下城?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安娜瓦迪的贫民窟故事。 安娜瓦迪坐落在印度金融中心孟买的西郊,和孟买国际机场紧隔着一条林荫大道。 这里原来只是一片群蛇遍布的灌木丛。 1991年,一群民工从印度南部到这里来修复国际机场的跑道,工作完成后,他们就留在了这里。 如今,这个地方盖起了三百多间歪歪倒倒的小屋子,住进了三千多居民,其中只有六个人有固定工作。 有的居民必须诱补老鼠和青蛙,油炸了当晚饭,还有人睡在屋顶上。 不过这里的大多数人按照印度的标准已经脱了贫。 原因就在于安娜瓦迪的地理位置。 印度经济近十多年来迅猛发展,机场附近建起了一壮壮玻璃木墙的新石高楼。 安娜瓦迪周围光豪华酒店就有四五家。 机场和酒店每天产生大量的垃圾,居民们逐渐把垃圾回收变成了一个产业。 位于产业链下游的是捡垃圾的散户,每天早晨他们在机场地带散开,到处翻寻废品,比如皱巴巴的香烟盒子,下水道里捞出来的空水瓶。 为了争夺一个垃圾箱,有些人不惜动刀子。 捡回来的垃圾会被交给垃圾交易商,他们位于产业链的中有,他们把收来的垃圾进行分类,再卖给几公里外的小型回收厂。 本书主角阿卜杜·胡赛因和他的一家,就是这个贫民窟里生意最好的垃圾交易商。 这家一共十一口人,阿卜杜的父母再加上九个孩子,全家人挤在一间铁皮搭乘的小棚屋里。 阿卜杜是家里的长子,可他到底有多大,连他妈妈都说不清,可能十六七岁,可能十九岁。 阿卜杜身材瘦小,话也不多,从六岁起就一直帮家里分类垃圾。 他的父亲认为,反正儿子的脑袋也不聪明,后来就干脆让他辍学,在家挣钱。 正在铁秤前的阿卜杜,俨然垃圾分类的专家。 他用钉子敲打废金属,就能从声音分辨是什么金属材料。 咀嚼一下软塑料,就可以区分塑料的等级。 如果是硬塑料,只要把它折成两半,闻闻它的味道,气味清香的就是优良塑料。 往来的路人叫他垃圾,但他不大在乎。 垃圾生意不仅让阿卜杜一家吃饱了饭,他们还存了点钱,成为贫民窟里的富裕阶层。 印度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消费和建设热潮。 到了2008年初,机场附近的垃圾排放量高了,费金属的价格也飙升了。 阿卜杜每天可以赚到500卢币,大约相当于10美元。 这个收入对于一个印度的体力劳动者来说,算是相当不错的。 一个印度的临时工,一天收入只有两三美金。 阿卜杜一家在郊区看中了一小块土地,付了一笔定金,想着很快就能在上面建造自己的房子,逃离贫民窟,过上体面一点的生活。 可是2008年7月17日发生的一起自焚事件彻底粉碎了这家的梦想。 自焚的人名叫法蒂玛,就住在阿卜杜家的隔壁。 他35岁左右,有一条腿因为先天残疾而变得非常短小,所以人称独腿婆子。 独腿婆子从小就不受家人和邻居的待见,不光是因为他腿有毛病,走路的样子怪里怪气的。 后来,他嫁给了一个又老又穷的男人,生了三个女儿,但常常打扮得花枝招展去偷汉子,因此也备受他人的白眼。 这些都让独腿婆子性格有点偏激。 他既敏感自卑又暴躁易怒,动不动就发飙骂人,举起拐杖就朝惹怒他的邻居打下去。 本来独腿婆子和阿卜杜一家关系还算可以,偶尔他还和阿卜杜的妈妈杰若尼萨说点心理话。 但是2008年7月,阿卜杜家开始装修房子,两家的关系就不大一样了。 装修工程并不巨大,主要目的是安一扇小窗户,好排掉家里的油烟,另外再贴上地砖,好让家里干净些。 并且装修还能带来额外的好处,而这与安纳瓦迪的土地所有权背景有关。 安纳瓦迪的土地实际上归机场所有,这里的房子都是违建,随时可能被拆掉。 居民们认为,房子如果牢固些,不容易被推土机铲掉,那么有关部门承认这家人土地所有权的可能性就会变高。 所以,安纳瓦迪的居民们如果有能力,都会去修修屋子。 但此举在阿卜杜看来并不明智,因为这就等于公开吹嘘自家有钱,而有钱就会遭致嫉妒。 果然,独腿婆子第一个不高兴起来,他们两家之间只隔了一道薄薄的破墙,独腿婆子嚷嚷,装修的声音太大了,一言不合,就和阿卜杜的妈妈杰若尼萨推来赏去地吵了起来。 吵完,独腿婆子跑去警察局,谎称遭到了暴力攻击。 警察来带走了杰若尼萨,于是两家人又吵了一架,吵完,各自散了,回家做晚饭。 没过多久,独腿婆子八岁的女儿就发现,母亲把自己锁在家里,自焚了。 透过窗户,小女孩看见妈妈正把做饭用的煤油往自己头上倒。 几秒钟后,随着一声小小的轰隆声,这个孩子尖叫起来,我妈着火了。 几个邻居赶来把门撞开,看见独腿婆子在地上挣扎,大喊救命。 她皮肉冒烟,脸烧得又红又黑,皮肤一块块翻卷起来。 现场一个邻居断定,独腿婆子是想演出戏,博得同情,可是没想到一失手,把自己烧得这么惨。 独腿婆子被丈夫送去了医院,事情的经过也很明了,闹剧本该就此收场。 然而,在安娜瓦迪这个地下城里,公平和正义就像垃圾一样,也可以被随意买卖。 随着独腿婆子的入院,一张由嫉妒和贪腐交织的大网撒向了阿卜杜一家。 首先搞事的是独腿婆子的一个闺蜜,她丈夫也是个垃圾中间商,但被阿卜杜一家抢走了生意。 这个闺蜜去了医院,鼓动独腿婆子陷害阿卜杜一家。 于是独腿婆子对警方撒谎说,火是阿卜杜一家放的。 根据这个证词,阿卜杜父子两人当天晚上就被警察拘留了。 其实在自焚发生的第二天,警方就从多个目击证人处了解到了该指控布施,但他们并不打算轻易让阿卜杜父子离开。 人放走了,警察还怎么老好处呢? 要想对阿卜杜一家的指控成立,警方必须提出一个更合理的受害者口供,也就是阿卜杜一家煽动独腿婆子自焚。 因为在印度,煽动一个人自杀属于重罪。 这个严格的自杀条款原本是英国人制定的,以此终止印度人为节省开销而鼓励寡妇陪葬的陋习。 这个罪名如果成立,阿卜杜一家可能面临十年甚至更长的刑期。 于是,他们派出了一个名叫普尼玛的女官员前往医院。 这个女官员美丽风鱼,戴着名牌的金丝眼镜。 在她的寻寻善游之下,独腿婆子给出了一份新证词。 她承认自焚,但原因是阿卜杜一家辱骂她,打她,还威胁要打断她的那条好腿。 她的证词最后总结道,我瘸了左腿,不能还击,一气之下,我把屋子里的煤油都倒在自己身上,放火自焚。 另一方面,在警察局里,阿卜杜父子遭到了警察的鞭打,鞭打能让人恐惧,用来讹诈相当有效。 不管阿卜杜怎么身变,警察就是不信她,而当她趴在桌子上挨打的时候,她的母亲杰若尼萨就在不远处的会客室里,听到儿子不断哀嚎。 自从丈夫和儿子被抓,这个女人就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像祥林嫂一样,把事情经过反复讲给别人听。 在阿卜杜和父亲被羁押期间,要钱的人接踵而来。 有个警察表示,给钱就能保证她丈夫和儿子不会在羁押期间被打成重伤。 做伪证的女官员普尼玛则两手一摊对她说,好证词还是坏证词,一切掌握在你手中,你得快快决定。 可还没等杰若尼萨决定好,多腿婆子就死在了医院里。 她进医院的时候,病历上记录的是全身35%的烧伤面积,并不算很严重。 但医院的卫生情况堪忧,医生也敷衍了事。 多腿婆子一直躺在浸泡了尿水的床垫上,身上的绷带反复使用,又黑又黄,注射的针头也不是一次性的。 自焚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早上,她因为伤口感染死了。 多腿婆子一死,事情的性质就变严重了。 医院为了推诿责任,托改了病例,把35%的烧伤面积改成了95%。 也就是说,多腿婆子入院时,几乎就必死无疑。 于是,阿布杜和她的父亲姐姐都因涉嫌毒打伤害独腿婆子,被投入了监狱,等待法庭审判。 法庭直到次年三月才开庭。 在此期间,杰若尼萨卖掉了自家放垃圾的小仓库,又四处借钱给家人聘了个律师。 她还花钱搞了个假证件,证明阿布杜事发时只有16岁。 这样,阿布杜就可以先从监狱里出来,到时候接受少年法庭的审判就可以了。 2009年7月底,案子终于结束了,法官宣布阿布杜一家无罪。 结果并不出人意料,毕竟那么多目击证人在那里。 讽刺的是,结案的关键证据来自怂恿独腿婆子撒谎的闺蜜。 在法庭上,这个闺蜜声称自己当时就在吵架现场,亲眼看到受害者被欺负。 但是在律师的盘问下,她的谎言被一点点揭穿。 她承认自己家和吵架地点并不在同一个巷子里,两个地点之间有点距离。 争吵发生的时候,她正在家里,切菜,准备晚饭。 律师抓住这句话的漏洞,马上问道, 既然在家里做饭,那怎么可能看见发生的一切? 你之前说目睹了争吵,那不是事实,你在撒谎。 闺蜜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还试图争辩,但是法官已经懒得再听了, 马上让宿记员写下,证人承认自己说谎,并指着大门让她离开。 审判就此尘埃落定。 法庭还了阿卜杜一家清白,但漫长的官司也让这家人重新回到了一穷二白的境地。 案子闹了一年,期间他们还在不断受到警察的敲诈。 一家人没有精力好好照顾生意,大部分垃圾生意都被贫民窟里的其他垃圾交易商给抢了去。 待到案子结束,一家人已经沦落到只能勉强糊口的地步了, 想要搬离贫民窟的梦想也没法实现了。 而这一切,一个名叫阿莎的女人早就预料到了。 她也住在阿纳瓦迪算是贫民窟里的地头蛇。 她说杰若尼萨连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早早付钱给警察,之后就能少付一点。 和阿卜杜一家一样,阿莎也出身贫苦,只上过七年学,但她生来灵牙利齿,精明能干。 虽然39岁了,一双眼睛依然冲冲有神。 像阿卜杜一家那样,通过卖苦力赚钱,阿莎看不上。 精明的她希望从政,先当贫民窟主,这是一个非官方的职位, 是地方政客和警察当局挑选出来的管理贫民窟的人, 然后她要成为市政代表,真正变成有头有脸的女人。 一方面,她卖力地帮所在地区的市政代表进行政务活动, 比如为其争取选票,协助处理地区琐事。 她不问事情的是非曲直,只要是市政代表需要的,她就积极地去做。 频繁地参与政务活动,也让阿莎看到了捞油水的机会。 比如政府主导过一项脱贫计划,允许银行为贫困的企业家提供低利率贷款, 由此自己当地的制造业解决贫困人口就业问题。 政府官员、银行经理就和阿莎这样的贫民窟代表勾结起来,从中牟利。 首先由阿莎出面挑选靠得住的穷人,搞一个空投新公司申请贷款, 再由官员装模作样地认定这个公司对穷困地区就业有利,予以批准。 最后银行经理当然也审批同意, 这样官员、银行经理和阿莎自己就可以从这笔贷款中分一杯羹。 讨好政客的同时,阿莎也在贫民窟积极运作,为自己积累群众基础。 她热心地为邻居们做老娘舅, 比如帮艳舞女郎调节家庭矛盾, 或者帮有困难的邻居找临时工作, 与此同时继续为自己捞好处。 比如她响应政府号召, 在贫民窟张罗了一个妇女互助组织。 这个计划原来是政府用来鼓励有财务困难的妇女, 把积蓄凑在一起, 在需要时为彼此提供低息贷款,互相帮助。 但是在阿莎的领导下, 这个妇女互助组织成了高利贷机构, 他们凑起来钱放高利贷, 给被他们排除在组织之外的更穷的妇女。 自己从中赚利息钱。 阿莎显然是从中获利最多的, 她用这些利息钱给自己买了条漂亮的金箱链, 家里还买了电视机, 在安娜瓦迪可是第一家。 又比如之前我们说的自焚事件, 这事儿一出来,阿莎就看出了机会。 她对阿不杜的妈妈杰若尼萨说, 必须让案子私了, 自己在警察局有门路, 花个上千美金去贿赂警察, 在出点前安抚独腿婆子一家, 就能大失化小了。 而阿莎自己也能从中节流, 弄点好处费。 为了实现梦想当上贫民窟主, 阿莎每天忙得团团转, 有打不完的电话, 接待不完的邻居, 还要时时跟在市政代表后面。 但是阿莎忘记了, 她实现梦想的途径是建立在腐败这个基础之上的, 这个基础如同沙子城堡一般, 随时可能崩塌。 2009年, 她的政治靠山市政代表出了问题, 被解除了职务, 阿莎在政界失去了依靠。 接着, 贫民窟的人们也看出了她在邻居间捞好处的真面目, 也开始对她厌恶起来。 这样一来, 阿莎成为贫民窟主的梦想最后也破灭了, 更别提逃离贫民窟成为政界女强人了。 好强的阿莎只能在家里裹着毯子, 偷偷哭泣, 默默地念一首当地的诗歌, 你不想要的东西永远与你同在, 你想要的东西永远不与你同在。 这首诗歌是阿莎的写照, 也是阿布杜一家和很多贫民窟居民的生活写照。 其实安娜瓦迪的每个人都曾有过或大或小的梦想, 都希望出现一个能够改变一生的机会, 摆脱贫民窟的命运。 但是在一个贪腐和不公无处不在的社会里, 梦想在强大的现实面前 一个个破碎。 比如阿布杜的邻居男孩 曾梦想着有户好人家收养自己, 这样的大善人并没有出现, 男孩还是不得不干起了小偷的嬴声。 贫民窟的女孩米娜梦想跟自己爱的男孩在一起, 却被家里强迫要嫁去乡下, 女孩绝望之下喝了老鼠药自杀。 阿莎的女儿曼竹是贫民窟里的第一个女大学生, 但高等教育也无法让她逃离这个绝望的地下城。 曼竹大学毕业后, 本来是想做老师的, 但是她知道要在公立学校某个职位很不容易, 必须要花一大笔钱, 贿赂官员。 所以她又计划去保险公司工作, 因为她认为可以把保险卖给有钱人, 赚钱的同时还能认识点上等人士, 运气好的话就可以嫁入上流社会。 可是当她真的进入保险这个行当之后, 却发现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因为在贫民窟长大的曼竹, 一个买得起保险的人都不认识, 更别提进入上流社会了, 一切都是白费劲。 对此安娜瓦迪的人们好像也麻木了, 接受了这个无力改变的现实, 接受了他们令人难堪的生活。 阿卜杜总结道, 这也是一种人生, 即使活得像狗的人也有某种人生, 那是一出生就被命运禁锢的人生。 是什么把他们禁锢在了这个幽暗的地下城里? 安娜瓦迪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下面我就会结合一些书外的研究报告, 从整个印度的经济发展环境和政府管理这两个方面来寻找答案。 先说经济, 印度经济近年来高度发展导致大量人口涌入城市, 但城市准备不足是造成安娜瓦迪问题的内因。 从上世纪90年代起, 印度经济高速发展, 像孟买这样的城市里产生了很多新的机会, 吸引了大批贫民离开农村, 涌到城市寻求改变命运的机会。 然而, 突然面对这么多人口涌入, 城市的准备明显不足, 难以适应人口迅速增长, 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比如供水、 卫生、 教育、 治安和司法都跟不上, 所以产生了大量像安娜瓦迪那样污水到处流, 疾病家家有的地下城。 而且, 印度人的普遍受教育程度并不是很高, 食资率不足80%, 女性食资率更低。 这样的人口在工作市场毫无竞争力, 所以大部分来寻梦的农村人口, 比如阿卜杜一家人, 只能窝居在贫民窟里, 在垃圾堆里找生活, 或者做做临时工。 而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波动, 则是造成安娜瓦迪困境的外因。 印度经济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的高速发展, 和同时期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相关。 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一旦某一国家地区发生经济危机, 它的负面影响将随着全球化网络波及到其他国家。 2008年开始, 全球金融危机对印度的影响开始全面显现了, 安娜瓦迪等贫民窟也受到了影响。 因为缺乏资金, 很多附近工地的工程停滞下来, 这使得工地临时工的工作机会少了。 同时, 大环境衰退了, 垃圾生意也跟着一落千丈, 价格大跌。 比如一公斤的空水瓶, 过去价格是0.5美金, 如今价格跌了一半多。 更要命的是, 11月底, 一群境外恐怖分子到了孟买, 在城里四处乱窜, 他们占领了两家豪华酒店, 屠杀工作人员和游客, 孟买秩序大乱。 因此, 这年冬天, 机场四周被封锁起来, 酒店空空荡荡, 游客稀稀拉拉, 自然也没有多少垃圾可以回收了。 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和恐怖分子捣乱, 让贫民窟的生活难上加难, 吃饱都有点困难, 更别提实现理想之类的了。 说完了经济原因, 再说政府管理。 总体而言, 印度政府在管理方面比较弱势, 无处不在的贪腐, 尤其是基层无处不在的小贪腐, 让城市治理变得困难, 效率低下。 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 在2005年就公布过一份调查报告, 名叫《印度腐败研究2005》。 这份报告指出, 印度的公共服务部门存在大量的腐败问题, 印度国民每年向11个公共服务部门 行贿2106.8亿卢比, 约合46亿美元。 这笔钱如果用来购买食品, 能供印度所有穷人生活一年。 印度中央监察委员会2005年发布的 《反腐败指导手册》则认为, 政府的很多扶贫政策都因腐败而效果大打折扣。 在印度, 用于补助贫困人口的粮食, 约31%被转移到了黑市, 落到了店主和与之相勾结的政客和官员手中。 而用于反贫困工程的钱款, 只有15%的钱能落到真正需要的穷人手里。 其余85%不是在管理过程中被消耗, 就是被各种腐败行为吞噬。 扶贫效率低下, 穷人依然贫困, 却肥了那些贪腐的人群。 比如为了打造一个更加现代的梦买, 当地政府在考虑将贫民窟移为平地, 这就是无贫民窟梦买计划。 安纳瓦迪所在的国际机场区域是城市的门面, 因此也是政府的重点拆除目标。 政府计划在2010年左右把机场周围的几十个贫民窟全部移为平地。 根据重建计划, 私人开发商可以租下土地, 在清空的土地上进行商业开发。 条件是他们要建造一些公寓楼, 让那些从1995年或者2000年开始就定居于此的居民居住, 比如阿卜杜一家从2000年就居住在此, 属于符合条件可以分配到公寓的家庭。 但是实际情况是, 像阿卜杜这样条件的家庭并不多, 约有三分之二的平民窟居民居住时间不够长, 没有达到申请安置的资格, 根本享受不到这个好处。 他们的小棚屋被拆了后, 就只能搬到其他平民窟或者建造新的平民窟。 所以政府清除平民窟计划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平民窟这个牛皮险难以改善, 反而越知越多。 穷人们没享受到多少好处, 但是这个计划却成为了一些有钱人的发财机会。 他们通过阿沙这样的平民窟中间人牵线搭桥, 趁机收购平民窟的棚屋, 并伪造法律文件证明自己是平民窟的长久居民, 有资格获得拆迁户公寓。 更多的贪污丑闻也频频传来, 比如犯罪集团成了主要的项目参与者, 承包商拿着工人的工资讨值夭夭, 公寓什么时候能盖好, 完全没准。 政府的弱势滋长了贪腐, 贪腐又不断压缩着平民的发展空间, 最终让平民窟变成了无法逃离的地下城。 在书的最后, 作者凯瑟琳布写道, 在贪腐当道的地方, 疲惫的民众彼此竞争, 去争夺一些微薄的东西。 在这些地方, 想当个好人已经变得很难。 地下城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